香港十五日训,曾有进绝舞台山美玉兰结音,本月三日凌晨被发现倒闭赤柱寓所,终年55岁。 其所属教会日前于天主教圣雅纳堂举行追思弥撒、包姐兰结青、街坊真姐、好友杨曼丽、陶大宇、邵仲恒、李立珍、张卫健、陈美琪等出席致哀, 十五日蓝结音遗体进行火化,回到主的怀抱,早上进食时,一辆没挂上姓氏的灵车抵达玉多利恋房,蓝结音包姐则由亲友搀扶下,由巴士站步行道场,她戴了黑帽、墨镜和黑口罩遮样,穿了上次认识的灰色外套,同行的男亲友手拿鲜花,用袋子装了蓝结音遗照,众人入内办理手续。 十时十四分,蓝结音包姐办完手续离开练房,男亲友在练房门外画宝,之后众亲友在陪蓝的包姐,乘邻车护送蓝结音遗体到火葬场, 邻车内载着蓝结音的白色棺木,至于遗照就放在车内,包姐没有捧着。 香港艺人蓝结音三日凌晨被发现暴毙家中,享年55岁,姐姐蓝结青五日也被拍到前往太平间认识,处理妹妹的身后事, 据悉她还婉拒了香港演艺人协会的帮忙,决定让妹妹的葬礼一切从简,并在九日晚间于天主教圣亚纳堂举行追思弥撒。 根据报道,香港演艺人协会主席先前曾出面表示,协会愿意协助办理蓝结音的身后事, 例如蓝结音家人的需要,也将会负担葬礼的所有费用。 香港艺人林家栋及林建明,也已经与蓝结音的姐姐联系,看对方是否有这些需求。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,蓝结音的姐姐蓝结青,拒绝了演艺人协会金钱上的资助。 蓝结青称希望葬礼一切从简,在练房手续办完以后,就会将灵鹫运往火葬场火化,之后会把骨灰坛安置在圣亚纳堂。 他们也会在教堂举办追思弥撒,让喜爱蓝结音的亲友及影迷可以出席为蓝结音祷告, 而蓝结青也强调,要大家不用送花圈花篮等,博金也将全数捐给教会。 对于蓝结音的离去,身边好友都深感悲痛,过去曾默默对他伸出援手的天王刘德华也一度难以接受, 作为蓝结音过去在圈内至友之一曾华欠在事发后,也一直有未有受访。 作为蓝结音过去在圈内至友之一曾华欠在事发后,也一直有未有受访。 曾华欠直到6日她才终于在社群网站上表示,突然心痛可惜。 愿蓝小姐在另外一个空间,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心灵健康。 做的你朋友就要尊重你,从不喜欢朋友在背后,说起你的1.1滴。 我尊重你,所以,你安心走吧。 永远怀念你的我,你我在心中。 一路好走。 曾华欠直到6日她才终于在社群网站上帖文哀悼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